好,谢谢Jeff 哈喽 我们线上的GoGo家人 还有Vivo家人 大家早上好 真的非常开心 这个从旧金山回来 那今天呢 就是整理了一些 这个比较完整的资料 那在线上呢 想说跟我们这个GoGo家人 一起来做分享 那我们整个有做一个 这个比较完整的整理 有次序的整理 那希望今天呢 能够带给大家一个 兴奋美丽的消息 OK 好 那我想就是呢 到后面呢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这个 留一点时间给大家 来提问 OK 好 我有把这个 我们的档案呢 中文化出来 那可能有一些呢 不是那么完善 大家可以这个 那个 见调一下 OK 好 那首先呢 我们这个 这次的会议呢 最主要是讲我们 2020年 Vivo的一个愿景 电位 电位 电位很清楚 那一开始呢 老板呢 很霸气的说 他说预测未来的最佳方法呢 就是要去创造它 那其实呢 简单讲就是 我们要创造的 是一个透过AI科技 来预测未来 这样子的一个科技时代 而且我们 我们Vivo呢 做的AI 就是呢 能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生命方式 那我们叫做生命科学 也叫做生活科学 因为Vivo将给我们 创新 崭新的一个生活 跟新生命 新生活跟新生命 那这个呢 这个整个一个梦想 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 我们讲趋势 就是呢 可以带给人类的一个 这个 未来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改变 那这种 可以带给一个生活上的改变呢 就可以创造未来的一个 大财富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 那个Vivo呢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有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呢 创新创造 人类的新生活 新生命的 这样子的一个科技 好 那我们呢 Vivo呢 正式成为 这个集团 Globe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这样子的集团概念呢 因为 我们呢 明年即将上市 股票上市 那我们呢 这样子集团的一个成立呢 就把整个公司 分成两个部门 两个部门 那就是我们拥有科技 Vivo的科技部门 跟Vivo的健康部门 那这两个部门 也就是健康馆跟科技馆的概念 那拥有相同的愿景跟使命 那蓝色的这一个标志呢 就是我们的科技 科技馆 那绿色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健康馆 这样概念 OK 好 那我们公司呢 真的非常棒哦 在这个犹他州 犹他州呢 我们有一家属 我们有一个属于我们的旗舰店 那这个建筑物哦 整栋建筑物都是我们自己的 那里面呢 总共有两万平方英尺 整个是整栋的 整栋是我们都是我们使用的 那这个有里面有训练中心 那有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的关怀 就是我们的客户 总客服 处理我们所有所有的一个 行政客服的这样子的问题 那还有包括行销 这个销售 还有整个总物流 都会在我们犹他州 那明年呢 三月会开业 三月会开业 那希望呢 我们在三月开 这个三月开业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一起 可以再前进犹他州 因为公司会有一个奖励 那能够就是鼓励大家 能够参观我们的旗舰店 这个是我们的行销总部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这个矽谷的研究开发总部 那在这个明年的一月份 也即将开业 那现在呢 整个公司呢 大概这个已经就绪 都搬进去了 搬进去了 那为什么在矽谷 因为矽谷是最多 供这些高端的科技人员 那可以这个很多很多 在矽谷呢 其实都跟我们强强合作 强强合作 这也是我们在 这个矽谷的研究开发中心 OK 好 那我们讲到我们这一次呢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 Vivo 2020年的愿景和使命 那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呢 不需要让人们用很贵的东西 那可以带给每一个人 有机会可以容易的参与跟改变生活 那透过运用科技的 这样子提供改善的方法 可以使全世界的人 人类可以健康长寿 这个以及改变生命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Vivo的一个远大一个使命 大家可以这个感觉这样子好像很简单 可是呢 这个使命呢 就是我们讲的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非常伟大 非常伟大 OK 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来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 其实就是Fabier最厉害的 他跟全世界的人 数百万的人来进这个做合作 合作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透过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呢 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科技 穿戴我们的智能手表 那我们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健康大数据 透过人工智慧的这样一个平台 而且呢 我们的整个一个技术 整个一个技术呢 是在区块链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数位定位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法上面 我们讲区块链呢 就是去中心化 不会被创改 然后就是第一手资料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而且是匿名的 匿名的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去担心 我们的这个个资会被流窜出去 被流窜出去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 一直在谈的区块链 而且区块链呢 也是未来 这个最强大的一个资产的技术 这个数位资产的一个技术 我们呢 其实一开始 我们这支智能手表 就是透过区块链的技术 已经在做 已经在做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领头羊 而且我们呢 真的是一个创新 创新研发的这样子 这个强大的一个这个平台 好 那我们每个月呢 非常这个 非常感到骄傲的就是 我们每个月现在呢 已经拥有2000万笔的数据 2000万笔的数据 我刚刚讲过 我们的数据呢 是非常非常值钱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手资料 而且呢 是这个不会被创改的 在区块链的这个技术里面 那而且我们这个 每个月的健康大数据 是不断不断的 在这个成长 那透过我们知道 AI智能最大的资源 就是数据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所以可以让我们的智能 AI智能可以越来越来越聪明 那透过大数据呢 因为人工这个智慧越来越聪明 所以我们可以做 越来越多的事情 创造越来越多的 这个对于生活生命有关系 有帮助的 一些这个技术功能 带给我们人类更棒的 一个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拥有全世界别人没有的 我们是独一无二 拥有全世界 最大量的一个健康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地方 好 那呢 透过我们的这样子科技 Vivo科技馆 跟这个Vivo健康馆呢 有什么样的 这个 有什么样的一个 相同的一个 这个愿景跟使命 那呢 我们在 这两个馆呢 刚刚我们讲到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相同的使命跟愿景 相同的技术 还有相同的一个奖励 计划 还有相同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结构 我们呢 这两个这个馆呢 是可以这个我们一起运行跟这个运作的 那等一下 今天呢 就是会跟大家来介绍 这两个馆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跟组组织的运作 那这两个馆呢 虽然有不同的目标市场 还有销售跟分销的 这个不同的一个频道 那也是这个不同的一个产品 而且呢 这两个这个馆呢 都有在 以后呢 在我们的后台 都会有独立的网站 那也有独立的一个介绍跟行销的工具 那整个一个这两个馆的这个组织呢 组织呢 我们可以交叉 合并分享 分享 那这个未来呢 还有更多更多的一个 这个创造收入的机会 创造收入的机会 OK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司给我们的一个图 那就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就是未来呢 就是有科技馆的一个组织跟这个健康馆 那这两个馆呢 就是可以来做一个交叉 获利这样子合并的计算 那怎么样来这个做到呢 等一下就会跟大家讲 OK 那首先呢 我们介绍我们的Vivo健康馆 Vivo健康馆 那我们Vivo健康馆呢 现在呢 这个拥有的就是我们的最新产品 就是微糖仙 那我想微糖仙 大家是不陌生 但是呢 我们呢 这一次的一个微糖仙呢 是这个转换的配方 让我们更方便 更容易来使用 就是呢 我们直接放到口 这个口腔里面 就是可以直接舍下吸收 而且呢 还有一个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整个包装也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包装呢 这个整个一包呢 一盒里面是62包 就是一个月的 一个月的包装 每天吃两包 那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方便 还有第三个好消息 就是整个价格 就已经下降了 整个价格呢 都压低下来 这样一盒 一个月 只有3600 3600块 就是120块美金 那当然呢 到台湾呢 会有关税跟运费 再另外加上去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兴奋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的这个 虽然转换配方 转换这个使用的方式 但是我们里面的配方呢 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呢 这个微糖仙呢 也是一样 透过AI的这个 所谓的数据的运算 所得到的一个科技健康的一个产品 那对于糖化血色素呢 其实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等一下呢 我们发比尔有一个见证 OK 那当然我们说的 这个微糖仙呢 最重要的 它是来这个帮助我们抗糖化 抗AGS 抗我们的一个这个老化 那AGS我们知道就是一个糖化蛋白的浓度 我们每一个人呢 从小孩子开始 这个开始吃米饭 带水化合物 其实我们这个整个一个 这个糖化过程呢 是慢慢在累积 在增加我们的这个浓度 那我们知道糖化是很可怕的 糖化是很可怕 因为它会让我们成为酸性体质 发炎体质 然后呢 这个也是缺氧 这个整个一个这个 血氧体质是会 这个不够的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糖 微糖仙呢 真的是创造权能力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福祉 OK 好 那我们的这个微糖仙呢 这个会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可以在这个血糖呢 降低25%到35% 那这个 我们有90天的挑战 这个90天的挑战的一个套组 为什么90天的挑战套组 就是因为巴比尔 透过90天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 那我们这个健康馆呢 会从1月7号开始 开始发布 也就代表我们的微糖仙呢 也会 新的微糖仙会从1月7号 再开始上市 OK 那这个呢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巴比尔当场 这个在会议上面 直接呢 就是展现 秀给我们看 他直接吃了一包 我们的最新的微糖仙 很好吃 OK 好 那大家没有看到 大家没有看到我们巴比尔瘦了 瘦了变成一个型男 那巴比尔呢 在使用这个微糖仙 自己呢 过去糖尿病已经15年了 那他亲身体验了 我们这个微糖仙的产品 三个月 挑战90天 糖化色 血色素 从8点多 降到6点多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非常兴奋 令人兴奋 那成功呢 减重了7公斤哦 7公斤 对 真的非常 这个棒的一个见证 我相信呢 在这个过 这段过程期间呢 很多很多人也有吃到 这个吃过微糖仙 那我本人这一次呢 其实也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见证 我这一次呢 到这个洛杉矶呢 这个真的完全没有 这个所谓的 这个时差 没有时差 而且呢 整个一个这个精神状况 因为我们一去 真的是马不停停 就是参加开会开会开会 那开完会就马上回台湾 都是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可是呢 真的一点没有感觉累 那呢 也没有这个时差 还有我的整个胃酸逆流的状况 因为我每次呢 要这个出远门的时候 尤其坐飞机这么长途 我真的很害怕 因为只要这个 卫酸逆流就会 这个头晕想吐 可是这次 完全没有 就是代表呢 这个微糖仙真的 帮我们改善了 整个一个体质 而且让我们感觉 我们的整个状况 真的变年轻了 真的非常这个开心 我相信以后 微糖仙有 这个未来会有 更多更多的见证 OK 好 那刚刚呢 是我们的健康馆 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讲到 我们的科技馆 科技馆 那我们这个科技馆呢 就是透过我们的智能 AI科技 那我们Vivo的 这个可穿戴设备呢 透过演算法 再来呢 就是会更精准 更精确 的这个 整个一个 这个提升我们的 所有所有的一个高度 那呢 会提升到 2B级的一个医疗 成为医疗的一个装置 那目前呢 我们Vivo呢 已经提交了文件 跟测试报告 那希望就是要这个 透过欧盟的一个 这个认证 获得这个2B级的 医疗认证 那我们现在呢 也在这个美国 这个要这个 为FDA来做一个准备 的一个 这个这样子的认证 来做准备 那这个简单讲就是呢 我们整个一个 这个智能 智能的一个设备 还有我们的整个一个 Olocal的一个演算法 我们是 再来呢 会是具有权威性的 医疗等级的一个认证 但是我们台湾呢 是这个不讲医疗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整个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实力 我们的实力呢 真的已经不断不断的 在提升 提升当中 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 新的Apple Watch 就是Lite Lite这支手表 各位有没有看到 非常非常漂亮 我们在当场呢 也有看到 这一支手表 几乎呢 已经这个跟 iPhone很像 最新的这支iPhone 非常非常像 很漂亮 那整个是超薄的设计 7毫米的一个薄度 一个薄度 好 那这个我们有 在这一支新手表呢 整个功能上呢 就是完全是 这个比较Focus 在健康方面 在健康方面 那我们这支 这个新手表 Lite的这支新手表呢 那个的新功能呢 各位不要担心 我们的Vista Plus 也会这个 等同来做升级 那具有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新的功能回来 就是我们的 血氧的测试 还有跌倒的预警 这个是我们真的 大家一直这个 不断的在提供给公司 希望能够做到的 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 可以帮助很多很多 在居家老人 还有很多需要的一个 这个做预警的一个 这个需要的人 那我们还有这个 新防战斗 新防战斗 在我们的Vista Plus 还有Icon都有 这个我们讲的 是可以预防我们的 心肌梗塞 跟这个 我们的这个 中风前的预兆 OK 好 那还有我们的We Care 就是我们的互相关注 太棒了 可以开始呢 关注我们的家人 关注我们想要关注的人 然后再来就有我们的监护 这个监护就是 可以设定 这个对方 或者是我们的家人 那这个呢 还可以提醒 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 如果我们已经超出 我们的标准 那呢就可以来 这个发出警讯 来告诉我们 这个功能 还有SOS的功能 全部都上架了 全部都上架了 那呢 还有我们这个 很厉害的 这个BIA的测量 我们身体最重要的 这个许多许多的参数 那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测量参数呢 可以计算出 非常非常多的 关键 跟健康有关系的 关键指标 比如说心血管的风险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管理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管理 那可以呢 建议我们如何改变 我们的这个习惯跟健康 还有饮食习惯 各位有看到 我们的整个智能的手表功能呢 是越做越细 越做越细 未来呢 它在整个一个表现上面呢 这个功能的表现上面 还可以来告诉我们 要怎么吃的健康 要怎么样的这个 用什么样的一个 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会透过我们这样子 能说不要来提醒 真的非常非常兴奋 OK 好 那我们还有这个体重 这个体重剂 AI的智能棒称 那可以呢 这个完整的执行 我们生物电阻的 整个抗测量 那里面包括 有我们的体重 血分的比例 还有脂肪 肌肉量 还有骨重 那内脏脂肪的程度 还有这个BMI值 跟基础代谢率 这些呢 都是跟我们的 这个健康有密切 密切的关系 当然 它还可以帮我们做 体重的管理 可以让我们 真的更了解自己 更了解自己 这整个是我们贴身的 真的就像贴身的健康管理师 每一天20小时在照顾我们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为大家整理出来我们的奖励计划 奖励计划 OK 好 那我们的奖励计划呢 现在呢 就会拥有四大项的一个组织收益 四大项组织收益 那我们就会有我们的科技馆的团队组织收益 还有我们健康馆的团队组织收益 再来就是我们最新最棒的 我们一直期待的就是我们的VivoPay VivoPay的一个收益跟我们Token VivoToken的一个收益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将来呢 未来就是四大项的一个收益 OK 好 那首先我们讲到就是我们的这两个科技馆跟健康馆 这个概念 那我们刚刚讲到了 我们虽然分两个馆 但是我们可以共同交叉来一起运算 那怎么样来共同交叉运算呢 我一样就是呢 我们都必须这个购买 这个购买我们的科技馆的产品 还有购买科技馆的产品 这个只要购买这两个科技馆跟健康馆的两个产品 都有购买的话 那我们呢同时就可以享受我们这个两个馆 这个所创造出来的组织的一起运算 这样的概念 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入会的时候 我是买科技馆的产品 就是我们的智能手表的产品 那呢 我只要在我们的健康馆再买一盒我们的微糖心 这样子我们的两个组织就可以合并 这个计算 计算这样子的累积分数 那我们如果呢 从健康馆进来的时候 我们从健康馆买套组 那我们只要在科技馆这边买一个手表 一个手表 智能手表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这个一起 这个组织的计算 这样子的概念 好 那我们健康 我们的健康馆呢 跟这个 科技馆这两个组织的这个计算 就是我们之前 跟我们之前的整个一个 这个组织的一个 奖金计算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再多说 不再多说 就是我们有推广收入 全球市场的一个收入 还有管理收入 跟年龄奖金 跟金砖分红 还有旅游奖励 这个就是我们健康馆 跟这个科技格值收入的概念 OK 这个就是没有变的 还有资格也是没有变的 然后我们呢 唯一新的就是我们的 群众资源奖励计划 群众资源奖励计划 那什么叫做 Vivo的群众资源奖励计划 就是我们的VivoPay 跟我们的VivoToken的奖励 所以未来呢 我们讲到 群众资源奖励计划 就是呢 代表我们的 我们的VivoPay 跟VivoToken的奖励 OK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完整的被动式收入 那我们的这个奖金 就是我们的VivoPay呢 跟我们的Token呢 这个奖金的产生 都是因为我们的 组织里面的交易 交易的每一笔 每一笔获得的奖励 OK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来讲VivoPay 好的奖励 那我们的VivoPay呢 是一个最创新的一个服务 那可以让我们更方便 更安全的购买东西 不管我们在全世界都可以使用 我们的VivoPay 好 那我们呢 这个VivoPay呢 这个未来会有一个 借助我们的VivoPay的表带 我们会有VivoPay的表带 那可以这个毫无费力的 在任何的 在任何的这个NFC NFC还有POSE机的系统上面来付款 只要有NFC的一个付款系统 那这个POSE机呢 就是可以刷MAS卡 MAS卡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器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支付 而且这是世界各地 我们都可以来使用 我们这个VivoPay 好 那我们这个VivoPay呢 有这个表带 那还有一个 也可以用VivoPay卡 也可以用卡片 就是我们会有表带跟卡片 两种的一个工具 那从这个明年的1月份 我们就会开始 开始可以来使用 那我们有一个套组是 这两个 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99块美金 也就是100分 100分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可以让我们来 这个开始使用我们的VivoPay 好 那我们的Pay的奖励 到底怎么计算 这里呢 这个很清楚的来告诉大家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群众的奖励计划呢 就是能够帮助全人类 所有的客户 能够呢 跟这个更方便的一个 这个生活的 改变生活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使命 跟愿景 可以为全人类来做服务 那我们的整个 这样子的一个群众的 这个奖励呢 真的是最有 最具有创新 跟动态性的一个奖励 那我们将呢 在全世界呢 呈现出呢 带给人类呢 最大的一个收益 还有呢 我们这整个一个 这个群众资源的奖励呢 是透过区块链的新技术 来确保整个 这个准确性 安全性 跟透明化 让所有参与 这些 这个伙伴呢 带来最直接的利益 OK 好 那我们呢 Vivo Pay 在这个执行 每笔交易 都呢 会在我们的 这个组织里面 产生 在产生 TBC的一个SV SV 就是在我们组织 会产生SV 那这个SV呢 的这个比例呢 就是 1比10 的概念 也就是呢 我们今天 消费 总金额 每一个伙伴呢 在使用Pay的 消费 总金额 那会产生 在组织里面呢 产生 10%的SV 就是消费金额 10%的SV 会放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会放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 这个 假如说 我们每一个人 在组织里面呢 每一个人呢 消费 这个美金 100块 100块 那每个人呢 消费美金100块 就是等于 这个会产 在组织里面呢 会产生 10%的概念 那我们这边 举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说 我们左边 右边的组织呢 各有一千个人 各有一千个人 那这一千个人呢 每一个人呢 就是使用100块 这个 用 那个VivoPay呢 使用了100块美金 那这100块美金呢 就会产生 每一个人就会产生 10个SV 那10个SV呢 我们乘以一千人 就是一万个SV 在这个 右边 那我们一样 就是 左边呢 产生这样子 那右边呢 也是一样 就会产生 一万SV的概念 那这个 我们的奖金 就会 有一个公式来计算 各位要记住一下 那我们就是 一万分 这个碰一万分 就等于有33个基数 33个基数 那我们33个基数 我们说的 我们这个 如果我们是大股东的身份 我们一个基数 就是20块美金 所以我们就把 33个基数 乘以20 所以我们 这一次 这个 这整个组织的一个 Pay的交易 我们就有660块 多了660块的美金 这样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VivoPay的一个奖励 VivoPay的一个奖励 是不是很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如果线上的 我们的家人 你听懂了 请在线上打2 好不好 来回应 那我知道 大家呢 听懂这个 VivoPay的一个奖励计划 OK 好 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消费金额 Pay的消费金额 每个人 那呢 可以产生在组织里面 这个10%的 这个分数 SV出来 好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每个人只要在消费 我们就可以产生我们的奖励 真的 这个未来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大 OK 好 这是我们的VivoPay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Token Token的一个奖励计划 讲到Token 真的是Vivo的 这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创新 创新 那我们这个VivoToken呢 是从我们每一天只 戴着我们的智能手表 所产生的数据 所产生的数据 我们就 公司呢 就会回馈给我们这个VivoToken 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币 那我们的这个 这个智能手表我们说过 我们是透过区块链的技术 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安全 非常非常安全 而且是匿名 是这个完全呢 是第一手资料 好 那我们在 那我们在 使用这个Vivo代币购物的时候 刚刚讲过了 只要有POSE机卡 就是万事打卡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我们呢 就可以这个做使用 而且这个会在我们的这个组织里面 产生我们的奖励 奖励计划 那我们第一点呢 我们透过呢 这个Token 来购买Vivo的产品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获得 5%的折扣 太棒了 各位记住哦 未来呢 我们这个要买东西呢 我们真的尽量用Token币来买 马上就是 可以这个5%的折扣 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钱 来这个我们的这个Token平台 来购买Token哦 这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很棒 OK 好 那我们呢 这个整个一个Token的这个平台呢 在这个 最主要呢 我们在这个整个一个执行当中 执行当中 我们有一个这个 以太坊的一个智能合约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智能合约的这样一个执行当中呢 那可以帮我们所有的Vivo的这个家人 我们的整个一个这个伙伴 带来非常棒的一个这个Token的一个奖励收获 OK 好 那我们的Token呢 都有一个可以在专用的平台上面 专用平台上面来做交换 我们的这个平台就是我们OD OD公司 OD公司是一个这个代币 就是我们的Token的一个交易 公开 公开化的一个交易平台 那我们已经在9月24 已经在成功的在OD的这个平台 我们已经完整的一个上架 完整的上架 而且我们当时呢是第一家 当时第一家 现在透过才短短的时间 现在已经有20几家 在这个我OD平台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买卖交换 买卖交换 那我们这个有固定的汇率 我们在整个平台交换 有固定的汇率 那我们也可以这个 伙伴跟伙伴之间来这个 做一个这个买卖交换 那也可以公开平台交换 也可以购买产品 那当然你可以储存下来 储存下来做一个这个资产 OK 好 那我们呢在每周一 就会这个奖励呢 就会存入我们的电子钱包 也就是说未来呢 我们的VivoPay的这个金额呢 会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电子钱包的佣金 加上我们的Token 这两个这两项的一个奖金 这个都会进入我们的Pay 可以来做使用 可以来做使用 好 OK 好 那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这样子的Token呢 这个我们所使用的 这个消费呢 都会这个 在公司获得我们的这个单据 消费的单据之后 那就开始来做一个 我们的这个发放交易 费用的一个奖励计算 好 那Token的一个计算方法 在这边呢 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 那我们的Token呢 的一个这个奖励呢 就是分为这个0.5% 就是50% 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有做数据的贡献者 那都有自己可以来这个 拥有这个回馈的这个部分 奖励部分 那呢 另外的50% 会放在我们的组织奖这个里面 来做计算 来做计算 那这个也是每一个人呢 这个只要好好的戴着手表 就可以得到回馈 就可以得到回馈 那当然呢 这个消费者 也可以得到回馈 那如果你是这个 是消费者的话呢 这个只要你每一个月呢 订阅方案990 就可以来享受自己呢 所产生出来的数据回馈的Token 50% 的这样概念 OK 好 那这个 因为 订阅方案 90% 这个订阅方案30块美金 是因为可以这个 有Oracle的运算跟累积 这个帮我们做数据的这个储存 所以才能够享受这样子的一个Token回馈 所以消费者呢 在这边就可以享受自己的一个50%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自己的50% 那另外呢 如果是经营者的 就可以享受另外的组织 这样子的分红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OK 如果说我们左边 左边有这个1200个人 那每一天呢 这个1200个人呢 有一块钱的Token产生 一块钱的Token产生 那我们来计算看看 怎么来这个算法 那也就是呢 这个 左边呢 有一千两百个人 那我们讲 有50%呢 会在组织里面 OK 那我们就乘以0.5 的概念 好 那就等于就是有600个 600个这个Token来做计算 那另外呢 右边呢 也是有一千两百个人 一千两百个人 那每一天呢 一样就产生一块的 一块钱的Token 那也换算下来 乘以0.5 换算下来也是600个 600个Token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公式 有一个公式 各位要记得 我们这边呢 是300 碰了300 等于一个基数 一样的概念 但是我们的这边一个基数呢 公司是给我们60个Token的计算 给我们60个Token的计算 这是公式 黄色的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公式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刚刚 这个左边右边 各1200个人 计算下来呢 300碰300 这个600碰600 就等于有两个基数 的概念 好 那我们一个基数是60个Token 所以我们两个基数 就等于我们呢 这个换算下来呢 我们就有120个Token 120个Token 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Token的价值 是0.7美金 这个Token的价值会波动哦 会有不一样的波动 那呢 我们就看我们现在目前是0.7美金 所以我们120个Token 乘以0.7 我们呢 就又有 这个一天里面呢 我们就多了 在组织里面就多了 84块的组织奖金 OK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那这样子一天有84块美金 换算台币 我们一个月就会多了 75600台币的奖金 真的太棒了 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哦 我们是用左边1220个人 右边1220个人 而且每个人是产生一块钱的Token 这样来计算的 举例 真的非常非常棒 好 那在线上的家人呢 如果有听懂我们Token的一个回馈计划 在线上打3 好不好 让我知道一下 打3 可以回馈一下 OK 那如果呢 等一下还是没有很清楚 没关系 我们可以让大家来提问 让大家来提问 这个是我们的Vivo Token 的回馈计划 好 那我们刚刚Vivo 这个Vivo Pay跟Token呢 的整个一个奖金计划 有跟大家这个全部讲完了 讲完了 这是刚刚这个是我们的第二阶段 那我们第三阶段呢 就是来告诉大家 我们如何来这个取得我们的整个一个奖金 用什么样的资格来取得我们奖金 这样子的一个分配 那我们这个再来呢 我们会有这个 这三个 这三个一个这个会员资格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普通这个Member 就是我们的客户 客户的一个会员资格 第二个就是我们Partner Partner Member 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那这个合作伙伴呢 就可以取得10% 10%的这个奖金的一个概念 这个Master Member 这里呢 第三项呢 其实有两个 这个有两个资格 第一个就是Master Member Master Member呢 就是我们的高级的一个会员 这个 那这个呢 是取得 是取得我们20% 的这样子一个奖励资格 那再来就是有Master Member Polo 这个Polo呢 大家这个等一下可能比较要理解一下 我们呢 这个有新的一个Polo的一个等级 好的会员资格 那这个Polo呢 就是代表所有的奖金都可以领 所有的奖金就可以领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群众的一个奖励回馈 Pay跟Token都可以领 那就是要达到我们Polo级的 这样子的一个会员资格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这个取得 OK 好 那我们参加Amivo这个Smart的奖励计划呢 就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签署客户的推荐计划 这个就是我们的录会申请书 在台湾 在台湾必须要录会申请书 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开始成为TB跟TD 我们在这边呢 只要是TD呢 就可以领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组织的所有的一个奖励 OK 好 那这个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我们呢 这个顾客呢 顾客呢 是可以享受推荐奖金的10% 但是没有组织 参与组织奖金 那呢 我们的这个 从Partner 这个Member开始 就是伙伴开始呢 伙伴的一个 这个会员这个开始 我们就有 可以获得10%的推荐奖金 还有我们的组织 10块 就是10% 10%的一个奖金 还有我们的这个年终奖金 就是前箱的一个年终奖金 但是呢 是完成TB而已的时候呢 是没有代数奖金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当然也没有群众奖金 没有群众的一个 资源的一个奖励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Master Master Member 那Master Member呢 就是我们过去大股东的概念 那一样有10%的奖金 还有20% 就是20美金 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奖金 那还有这个 有我们年终奖金的概念 那有时代 因为呢 Master Member就代表 你已经完成TD了 完成TD 那就有10代的组织奖金 但是呢 没有群众资源的奖金 也就是等于说 我们现在呢 每个人只有大股东的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资格 是还没有办法拿到群众的资源计划 奖金 好 那呢 我们要如何可以拿到 这个全部的奖金 就是我们必须 每一个人呢 都要达到升级到POLO 的一个这个Member 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资格 那就可以得到我们说的10%奖金 20这个 10%的一个推荐奖金 还有我们20%的一个这个团队的奖金 还有这个年终奖金 时代的奖金 那最后还有完整的群众资源的 这样子的一个奖励计划 就是我们Token跟Vivo VivoToken跟VivoPay的奖金 就是这个POLO的一个资格最重要 所以呢 因为这个POLO 及这个奖金很重要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来说明 如何取得POLO的资格 那第一个呢 我们现在目前有这个科技馆的商城 科技馆的商店的一个套组 那我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 一个这个分享 那我们呢 首先 这个呢 这个套组呢 就是我们的Light 就是我们的新的手表 这个一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的套组而已 客户套组 那呢 有这个我们的新手表 这个Light 加上我们有一个月的数位定位 那就是150块美金 这个套组 那我们的新手表Light的这一支 那个VivoWatch 这个手表呢 这个加上我们一个月的Weil Pay Weil Pay的这样子的一个订阅方案 那是200块美金的概念 好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Vista Plus 那Vista Plus呢 加上我们的数位定位 就是30块 这样子定位是250块美金 那Vista Plus加上我们的Weil Pay 就是呢 300块 这个套组就是300块的美金 这样子的一个订阅 好 那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Panel 就是可以取得10%的奖金 这样子的套组 那呢 就是我们的新手表 Light新手表 加上我们的体重计 还有一个月的数位定位是270美金 这样子呢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这个套组就可以得到我们的10%的组织奖金 那呢 加这个 新手表加上我们的体重计 还有这个Weil Pay 客制化 这样子一个月呢 就有这个套组是315美金 那这个套组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个10%的这个小股东的概念 会员 那再来还有就是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其实呢 这个奖金有一些变动 而且有一些下降了 OK 那我们Plus 这支VistaPlus加上我们的体重计 还有一个月的数位定位呢 这个套组是360美金 OK 那我们的VistaPlus加上我们的体重计 加上100块的这个我们的Weil Pay 那呢 这整个套组是405块 这个套组呢 这整个套组呢 就是我们的小股东的概念 好 那接下来呢 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Master Member 跟Puller 就是呢 我们透过这个有四支新的手表 加上我们的体重计 那呢 还有这个四个数位定位的这样子的这个 30美金 那这个呢 就是每一支手表有一个月的概念 那这个套组是675美金 这样子呢 就成为可以成为大股东了 各位有没有觉得 我们这个已经有下降 的一个这个门槛 那呢 这个四支新手表 加上我们的体重计 还有就是我们的四个月的 这个100块的订阅方案 这四个月就是每一支手表 一个月的概念 那这样子的套组就是855块美金 这样子这个这两个套组呢 都是我们的Master Member Master Member的一个这样子套组 好 那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Puller Master Member Puller的这样子的一个套组 那就是四支 这个Vista Plus 的手表加上我们的体重计 那如果呢 是跟着我们的这个数位定位 那这个套组就是1035美金 1035美金 就可以成为我们Puller的一个会员资格 那如果呢 我们是跟着我们的Weil Pay Weil Pay的这样子的一个订阅方案 那呢 这个一样是四支 这个Vista Plus加体重计 那就是1215美金的套组 200美金的套组 那这个1215美金的这个 这个Puller的一个这个套组呢 其实蛮重要的 很重要 这个呢 跟着我们的这次股票赠送有关系 因为它是跟着我们订阅方案 这个100块 Weil Pay的订阅方案 所以呢 它的一个Puller等级呢 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 好 那再来就是 我们1月7号以后呢 会这个我们的健康馆 就会开始 那健康馆呢 有四个套组 第一个套组就是我们的 这个客户的套组是 一个月 一个月为堂仙 62包 62包120块 120块 OK 那再来就是第二套 我们的这个Puller Member 就是合作伙伴 可以拥有10%的 一个套组 就是有三盒 就是挑战三个月 90天的为堂仙 那再来就是有我们的 这个Master Member 就是可以取得大股东 就是20%的这样子奖金 是美金700美金 那呢 总共有八大盒 八盒就是八个月的概念 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那再来就是我们健康馆的Puller 的Member Master Puller的Member的一个套组是 1200 1200块美金 那总共有13盒 总共有13盒 OK 那等于呢 就是我们要这个成为Puller的一个 这个会员呢 直接就是买这样子的一个套组 的概念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 这个讨论 我们要如何取得群众资源的奖金 如何取得群众资源的奖金 就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成为Master Puller资格的会员 那第二个呢 我们必须要完成TD 完成TD 那其实呢 还有第三项 第三项来 我跟各位这个直接打上去好了 第三项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订购 必须要订阅 我们的这个Valpay 或者是订阅 必须要订阅100分以上的一个这个订阅方案 订阅100分 SV 的一个方案的概念 OK 好 这个就是三个三个条件 所以我们说 我们只要Puller级 那我们不要订阅 Valpay或者是Val先 这样概念 好 那我们现在来谈到旧伙伴 如何升级Puller会员的资格方式 也就是呢 在过去 过去呢 这个是小股东的概念 这个我们旧伙伴 我们之前的旧伙伴呢 只要是小股东 你是取得小股东10%的这样的资格 那就必须要购买1000分以上的套组 那就是可以升等Puller 那我们过去呢 如果现在我们已经是 是拥有大股东 就是20%的这样一个资格 那呢 我们直接购买220美金的升级套组就可以了 那这个套组就是这边 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个特别特别呢 这个有呢 做到这个特定出来的一个升级套组 那我们这个升级套组有一个这个 伟堂仙 220 SV 的这个套组 那这个220呢 是一盒的伟堂仙 加上我们的VivoPay的套组 就是我们有VivoPay的表带 跟Vivo的那个Pay卡 有没有 是这样子整套哦 那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 伙伴呢 就可以买这一套 因为这一套呢 我们就可以拥有科技馆跟健康馆 两个合并业绩的概念 因为我们就买到了健康产品的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合并组织的一个办法 那我们这个升级是到1月7号哦 这个升级套组呢 是到1月7号以前 所以我们要这个呼吁我们所有的旧伙伴 赶快要升级的赶快升级哦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呢 这个讲三遍非常重要 升级升级升级这个套组 好 1月7号以前哦 要完成 OK 好 那当然呢 哦 刚刚呢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旧伙伴哦 的这个方法很简单 哦 的一个讲法 那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哦 如果在4月 这个4月15号到 这个12月9号 这个过程里面 他这个如果这个这些伙伴呢 他有直接呢 在Vivo这样子的平台购买1000分以上的哦 有购买1000分以上的这样子伙伴 那公司会直接升级PRO 哦 直接升级PRO 这个呢 就是各位在这个多记一下哦 这个就是有这样子的哦 可以做直接升级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好 那再来呢 这个我们呢 所有伙伴哦 就是我们有送股票 登登登登 太棒了 每一个人呢 都有机会来成为Vivo的股东 就是我们这次的奖励 这次的奖励 那这次的奖励呢 非常非常棒 有送股票 OK 那我们刚刚在谈到这个取得PRO的资格 那除了刚刚的方法 这个大股东小股东的一个升级办法 那还有就是呢 如果我们所有的过去 或者新朋友 那个所有的伙伴呢 直接就购买我们这个可以送股票 送同等值股票的套组 就是我们现在的12150美金 就是台币的39990元的这个套组 那就可以直接全部都升级PRO的资格 那但是有一个这个要取得我们股票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每一个人 不管新朋友还是旧朋友 都必须要完成TB 那当然以前旧朋友已经完成了都算 都算 就是要取得股票 取得我们的同等值的一个股票的赠送 必须就是这两个资格 就是PRO的资格跟完成TB 完成TB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OK 好 那这个呢 这个我们送股票 送股票的一个资格就非常非常简单 也明确 好 那对于送股票 这个PRO的一个这样子升级资格呢 大家这个要很清楚 好 那最后呢 再来那个推荐人 推荐人部分 我们推荐人呢 同时也可以享受这个 我们只推一个伙伴他购买股票套组 那我们推荐人也同样可以享受送同等值的一个股票 那呢 这个推荐人也必须要符合PRO的一个资格 那也必须要完成TB OK 好 那推荐人 还有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这个赠送股票的这样套组呢 都只有这个限始组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呢 推荐人 你推荐了这个伙伴 然后加上本能购买 整个加起来每一个人都是始组 限量始组 或者是新朋友直接进来也是一样 可以直接买始组的概念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限量始组的这样子通等值的这个股票的一个概念 好 那最后呢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股票呢 就即将明年1月份要上市 就是用我们的Vivo的一个名字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骄傲的一刻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股东 这个股东的机会 好 那我们讲到我们的这个股东的计划呢 是从12月9号开始到1月7号 到1月7号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后台全部呢 都上架了 我们这套呢 39990 这个台币也就是1215块美金的这个套组 就是我们这个直接呢 可以赠送股票的这个套组 所以大家要赶快加油 那每个人动作要快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限量 但是我们讲到的 我们过去的经验 我们在在整个一个活动里面 大家真的动作都要快 不要等到最后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我们呢 每个人最多呢 就是有10份 含自己本身购买的 包括推荐的都一样 就是呢 有10份 OK 那我们这个股票呢 这个赠送的股票会在6月份 6月份就可以分配给我们 那大家注意一下哦 那大家注意一下哦 我们呢 这个股这个 整个一个未来的这个股票套 这个套组呢 不包含整个是不包含增值税 还有整个运费这些概念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股票 股票的一个分配 那我们股票的一个价格是怎么样来算 是我们Vivo的一个股票上 这个上价的这个前30天 做平均的价格运算 反正呢 这个是公司会来做一个计算方式的 同等级就是我们买1215元的 这个美金价格 那我们的会送同等级 到时候看股价一股多少钱 来换算1215美金 到底可以给我们赠送多少股 就是这样的概念 OK 好 真的太棒了 那呢 刚刚我讲到 我们要拥有这四个 四个奖金 全部都可以领到 那我们就必须订阅方案 必须这个订阅 这个两种选择 一种是维尔配的选择 一种是维唐仙的选择 我们才可以来取得全部奖金 包括这个 我们的这个科技健康馆的奖金 还有配的奖金跟token的奖金 好 那这个 以上呢 I am 这个 我是I am vivo 这个是我们这次在会议里面 这个 发表呢 告诉我们的 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讲这一句 骄傲的讲这句话 I am vivo 这样子 这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一课 那以上呢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这整个 我们这一次呢 就金山会议的所有 整理出来的内容 希望大家 这个可以完全完全理解 那如果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话 那我想把这个麦克风交给我们的这一幅 好不好 啊 谢谢大家